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进党立委徐志杰也不甘示弱 列出七个地区 九名国民党立委危险名单 包含国民党台中市的 黄建豪 廖伟祥 罗廷伟等新科立委 西北市叶元芝都在罢免名单中 国民党十月初传出要猎杀二十名立委 我受访被动回应 结果国民党怕人化掉 抹黑我挑起对立 四处煽动支持者来洗白 徐志杰点名罢免叶元芝 理由是他赢的比较少 对此业元芝也反抢 赢得少是因为板桥 蓝绿板图 原本就五五坡 过去八年都是由绿营担任中央名单 他反抢许志杰 只敢留在高雄绿营铁票取悬 你去放过这些诈骗集团呢 而国民党台北市立委徐晓星 除了先被牵扯进家族成员的诈骗集团案 日前又被同党台北市议员秦桧指称 和威京集团有关联用过他们的看板 即便徐晓星否认 原被外界认为两个女人的战争 多少透露了国民党立委初选的裂痕还在 万一罢免成案 当初和徐晓星争举提名的前立委费鸿泰 和秦桧的支持者 是否会用尽全力动员投下反对票 仍有不少变数 民进党立委希望借由发动罢免 翻转国会少数劣势 看来八眠大戏未完待续